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然后他的爱情故事挺感动我的 但是我希望马克龙以后不管他还在不在位 就以后还是多来 非常高兴这次马克龙总统来到我们中山大学进行访问 我觉得马克龙是一个比较年轻有魄力的一个领导人 希望中国与法国以后能够多多有学术交流文化交流 大家都想来看一看法国总统来跟总统有一个稍微近距离点的交流 那我也希望就是说我们以后中法关系能够越来越好吧 法国还没有去过 只不过法国在我的印象中一直就是一个比较浪漫的城市 我也很喜欢法国 对很喜欢法国的文化 特别是启蒙运动的先驱们 然后也非常希望有机会能够去法国进行参观游览 马克龙总统是一个非常年轻帅气的总统 而且可以说是十分有魄力 但是也非常的亲民 我有位表哥他是法国留学生 他对我影响还很大 他当时还从法国给我带来了特产 是一个玩偶 我会觉得这是一个非常浪漫的地方 像法语是世界上最浪漫的语言 以后有机会的话可以去学习一下法语 我对于本次就是马克龙总统来访中国 觉得非常的荣幸和开心 也希望就是中法能够往后在各个领域 国际贸易 金融 经济上 都有更加深入持续的合作 对于马克龙总统的话 我印象比较深的是 又觉得他非常的帅气 非常的英俊 对 然后感觉他整个人的形象也非常的亲和 所以说对他印象非常好 然后他也有一段非常浪漫的爱情故事 作为女生的话还是蛮崇拜他 蛮欣赏很喜欢他的 然后对于法国的话 我本人很可惜哦 就还没有去过法国 但是也非常向往想去法国留学 去法国旅游 比较想去法国的巴黎 也很想去法国的里昂商学院去进一步交流之类的 对 然后想去看看埃菲尔铁塔 包括法国非常多有名的那种艺术性非常强的建筑 的 屏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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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屏幕提供